第二式的方法是 要聘請他們進入聯絡社會 在這裏的項目中必須容易被接受 並並設定專門上接受聯絡社會 另一個吸引國際志工的方法 是直接把他們招募到我們的機構當中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計畫就要非常清楚明白 而且要針對國際志工進行設計 重要的考慮要求 Visa requirements for visiting your country and any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or laws related to volunteering 我們有很多需要考慮到的一些考量因素 第一個包括到當地國家所需要的簽證 以及跟志工服務相關的移民限制或法律規定 providing a simple structure process for bookings and confirmation 另外簡便而且有系統的預訂跟確認郵審也很重要 提供給志工和企劃有交會點的相關資訊 還有一些緊急聯絡的細節 提供給志工的一張所需要攜帶的物品的完整清單 也是必須提供給志工的 例如他可能要戴睡袋或適當的衣物等等資訊 讓志工明確地知道這個計劃裡面的內容 有哪一些是他自己所應該要預備的 像是食啊 住啊 食等等 另外一個非常完整的入會儀式也很重要 制工在加入計劃之前也應該要進行一個 志工他健康問題的一個紀錄跟注意 然後確保他在參加之前我們就知道他是不是適合參加這些活動 有時候也需要在志工出發之前對他們進行念談或完成一些良民調查 大部分的非營利機構在海外宣傳跟招募的預算上都非常有限 對此呢 我們機構也找到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我就是把資訊提供給專攻打工度假 志工旅遊以及公立旅行的書籍跟網站 那通過這些相關的網站跟刊物呢 我們需要花時間去找出最適合我們的志工讀者 例如有些刊物專攻環保計劃 但有一些就會列出所有這相關類型的一些志工活動 所以一旦我們的企劃被列在某一本書或是某一個網站上面 我們就要定時監督預定的數量 然後一旦成功的時候就要通知出版社 這樣才能鼓勵他們下次再繼續進行合作 那在這上面看到的這三本書 那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最廣的三本書看 我們也會積極尋求媒體的曝光機會 然後把資訊送到篩選過的海外媒體 我們在旅遊跟環保貪路上得到效果最高 在澳洲政府對於抵達的青年 他們是來自什麼國家都會有聘期的一些訊息刊登 我們使用這些資訊來鎖定 最有可能產生我們所有的資訊 我們會使用這些資訊用作我們的規劃的一部分 然後藉此來鎖定最有可能產生我們所想要的成果的國際市場 這張是澳洲旅遊局做的一張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哪些國家的年輕人到澳洲來的最多 這也讓我們知道說我們可以到哪些地方去招募 因為背包客和年輕的旅客在澳洲 最有效的 澳洲政府認同說因為年輕人停留在國內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們花費常常多於一般的遊客 澳洲政府認同說因為年輕人停留在國內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們花費常常多於一般的遊客 在澳洲非常地受到歡迎 我們常常發現當他們來訪我們國家的時候 常常會重複地來擔任好幾次的制空 這張表格也被澳洲旅遊公司審訊 顯示澳洲的年輕人的利益 這張也是澳洲旅遊局做的一張表格 上面就顯示說這些年輕的旅客 他們對澳洲的經濟有多大的貢獻 所以再往第三個方法 Consolation Volunteers 也有一個比較傳統的方法 去招呼國際職員 第三個我們使用的方法 就是我剛剛提到我們比較習慣使用的方式 然後我們用這種方法來吸引 跟招募國際職工 我們的國家 澳洲和紐西蘭都很小的地區 而且我們不能用的數量 除非國際職員的支援 我們國家就是澳洲和紐西蘭的人口非常少 所以必須要借助國際職工的幫忙 才可以進行很多必要的計劃 這個決定在15年後 我們開始建立和構造我們的計劃 作為旅遊產品 作為旅遊產品 所以在15年前 我們就認知到這個現象 我們就開始發展我們的計劃 並且把它包裝成一個旅遊產品 所以它是一個旅遊產品 同時也是一個職工的機會 我們的計劃國際職工 是完全居住的 我們會提供給國際職工的計劃 完全就是居家形式的 我們提供給國際職工的計劃 完全就是居家形式的 你就說呢 因為本機構不受任何政府資助 所以所有職工在參與計劃的時候 都要對於自己所會花下的 數跟行方面做出一點財務上的統計 我們把我們的計劃包裝成旅遊商品 就代表說我們可以透過全球旅行社 然後進行一種商業性的推銷 我們當然也需要支付一些佣金 這些佣金我們就視乎正常營業成本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方法也讓我們成功 每一年都可以招募到超過2500名的國際職工 我們的計劃是包裝成一種環保體驗 每個月的計劃 開始從各個地方的各個地方 在亞洲和新西蘭 這製造成很容易給予參與 他們只選擇一個驚喜的地方 和幾個星期 他們希望在計劃 我們的計劃全國包裝成一種環保體驗 維持兩個禮拜以上全年無休 全部的活動都是從我們在澳洲和紐西蘭 各處的辦事處開始進行 但是供應要參加非常容易 需要選擇開始的地點跟日期 以及希望投入的計劃 這製造成很容易讓行業者推銷 這製造成一個低價值的計劃 我們有專職的預訂人員 可以幫忙協助他們 另外我們這樣的一個包裝 其實對於行業者推銷也非常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低成本的計劃 而且我們自己本身也有線上的預訂系統 我們也有專職的預訂人員可以幫忙協助他們 這製造成一部份 我們加入了世界青年學生及教育旅遊聯盟的機構 就是WISE WISE 建立為更加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通過經驗和教育的機會 這個機構的成立是希望藉由推廣給學生跟青年的旅遊跟教育機會 然後來增進國際間的共識 WISE is committed to understanding the ever-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and needs of young travellers WISE非常用心去了解年輕旅客順息萬變的特性行動方式跟需求 The Confederation gathers, analyzes and shares important research data and market intelligence for its members, academics,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general traveling public 這個聯盟就會收集重要的研究數據跟市場情報 並且把這些資訊跟它的會員、學院跟企業以及政府決策者 以及一般的旅遊大眾自己分享 The Confederation Signature Networking and Trading Event is the annual World Youth and Students Travel Conference 但這個聯盟它的青春年限作業跟往來的活動 就是每一年的一個世界青年跟學生旅遊大會 Conservational volunteers have attended since 1997 and considers this a vital way to meet partners who can send volunteers to our program 環保持工是在1997年加入的 並且我們把這個事為是一個可以更是把志工帶進我們計畫的夥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點擊 The Confederation Conference is a business-to-business event and the chance to meet commercial partners in recruitment agencies 那這個大會通常是一種企業對企業的一個盛事 所以也是一個我們認識商業夥伴跟人類資源公司的一個大好良機 In 2010 the World Youth and Students Travel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in Beijing 那再接下來呢2010年呢將會在北新舉行下一次的世界青年跟學生